受到冷空气和风向影响 中国北京的天空 尽早被尘土染成一片土黄色 空气中充满洋沙和土腥味 中国中央气象台星期一 清晨六点发布了 沙尘暴黄色警报 北京市民就形容 这是近十年来最强劲的沙尘暴 早上的空气污染级别 已经上升到六级的严重污染水平 能见度只有300% 到800米之间 能渗透到肺部的微小颗粒物 PM2.5的读数 也接近每立方米300微克 远远超出优良空气水平的 35微克标准 就是看到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 然后就觉得这天是实在出不去了 今天的感觉就是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但是新闻上面说 下午应该会有好转 大自然嘛 就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 所以说我们在怎么说呢 就是尽量要保护环境嘛 气象专家解释中国北方地区临近戈壁沙漠 加上三月份气温偏高容易形成沙尘暴 这一轮的沙尘暴源自内蒙古 目前已经蔓延到北京、甘肃、山西、河北等地区 中国气象部门就预测沙尘暴在晚间的风力减小之后 能见度就会明显改善 但明天16号受到偏南风影响 可能出现沙尘回流的现象 还是要绍合你的沙尘暴源自内蒙古 好 嗯 嗯 啊 哦 嗯 啊